女子十一至十二岁组五十米挖泳的Consolation Final 米丽丝被分在第七游道,左边组第二个选手 米丽丝上午的预赛成绩是37.67 下午米丽丝接足一比较人数好成绩 现在第六道选手也在第一位 以丽丝和第四道选手紧随其后 加油以丽丝,以丽丝冲上去了 准备冲刺,还有三米 到达以丽丝第二名,36秒34 接下来要进行的是女子十一至十二岁组二百米混合泳的决赛 米丽丝被分在第二游道,从左边属第二个选手 出发了 第三道选手也是来自巴斯贝克斯利明的选手 今天是2022年8月4号,Western中午冠军赛的第二游 这次比赛云集了美国西部十二个中 来自16个游舞学会的优秀选手参赛 好,进入第二个泳之,杨泳了 今天早晨的预赛中,丽丝游出了2分34秒48的不错成绩 成功进入了下午的决赛 第四道选手实力非凡,一马当先 第一道选手也很厉害 留在第二位 快要进入挖泳了 伊丽丝处于第六或第七的位置 争取在挖泳拉近距离 加油伊丽丝 比利斯仍然被排在第六或第七的位置 不过和前面的选手第二集团军已经拉近了距离 比利斯的队友在为他和第三道选手同时呐喊助威 进入自由泳了 加油伊丽丝 加油伊丽丝超过了第一道选手 伊丽丝处于第六位 伊丽丝发力了 追上了第五个选手 好,伊丽丝可以追上第四位选手 准备冲刺 到达伊丽丝2分34秒09 第四名 good job 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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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2022年8月6号 Weston Road冠军赛的最后一天 Astipic Swimming有四位选手进入了这个项目的决赛 好手云集 以利斯被分在第二游道 从左边出第二个选手 比赛准备开始了 花勇是以利斯的强项 以利斯今天早晨的预赛中游出了个人第二好成绩 两分五三秒五三 第四游道是预赛成绩排名第一的 来自南加州游泳学会的选手 教练Loki是和以利斯来自同一个游泳队BAC游泳队 他和主教练Tony还有11至12岁组的教练Chris在为四名太平洋游泳协会冥军队的队员加油 进入决赛的八名选手实力都很强 第三游到蓝色有帽的选手在50米转身以后出于领先地位 比他的第三到第八名选手排位都非常接近 净净的非常激烈 赛程过半了进入第二个100米洼游 第三道选手仍然有微弱优势 白色有帽的南加州选手奔力追赶 好像已经开始超越第三道了 另外排在第五游到第六游到第七游到都是来自 Asific Swimming的选手 加油Elise最后50米 第四游到选手已经够于领先位置了 此时 比赛进行到最后一天 好 am I am 飞周都穿着夏威夷的装处来进行工作 最后的5米 从此 比利斯2分52秒77 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 教练Loki也很满意比利斯的成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